大家好,我是封信哲 我的瓜果菜种下去 早的已经有20天了 晚的话就是10多天 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它们的长势 茄子的长势并不太明显 不过已经有两三个茄子长了小花苞了 这儿,就是它的第一朵花 这颗也长花苞了 大番茄已经比重的时候明显大了好多了 起码一倍以上 大部分的第一岁花都已经长出来 甚至要开花了 这颗都已经长了两岁花 这是第一岁 这个是第二岁花 小番茄也是长大了不少 有两颗还是三颗第一岁花都已经开了 这颗第一岁花就已经开了两朵了 这颗也是开了一朵花 大部分的还是长了花苞 还没有开放 种的美人椒的长势并不明显 这个菜汁里的辣椒 也是长得不明显 黄瓜种的要晚几天 种下去的时候叶片非常的黄 现在已经转绿很多了 还有一点点 苦瓜已经长了花苞了 这颗也是 我之前说过在这些瓜果菜种下去成活以后 直到它们接出第一个果子 第一碎果子或者是第一串豆子的 这段期间叫做蹲苗期 我们是需要控肥控水的 如果你埋了底肥种的 这段期间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施肥 不浇水或者是少浇水 如果你没有埋底肥的植株看起来比较正常比较健康的 也可以不用去管它 我们都统一等到它 结果以后再去给它追肥 如果说你的植株看起来非常的瘦弱 长出来的叶片又发黄 那么现在可以去给它追点肥 但是尽量的选择用干肥 不要用液体肥去浇灌 埋肥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植株的左右两边挖两个小坑 或者是围绕着植株挖一个环形的钩状 把底肥扑进去 也是可以的 在它们结果之前的这段期间 还是要继续控肥控水 我是埋了底肥种的 所以这段期间我是不会去给它们浇水 或者是施肥的 但是并不代表 我们就不做其他的管理 今天我就要来给它们做第一次的管理 就是给它们补充钙肥 我不知道你们在种瓜果菜 或者是种水果 种豆子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 只开花不结果的情况 或者是接了果 但是做不做果 会落果落花 还有一些接了果子 品质也不好 果子上出现斑斑点点的 或者是畸形 还有一些祈腐病 祈腐病就是像我们常见的 番茄的祈腐病 在它的旗部会发黑凹陷 还有辣椒的干尖 还有就是捏果 捏果就是我们种的番茄 橘子 茄子 或者是葡萄这些 它长得好好的 自己就捏了一道口子 在我们种植叶菜的时候 偶尔也会遇到它的顶端 生长点干枯坏死 还有叶片 胶边 卷叶 皱缩 或者是叶片的边缘 它缺失不完整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这些症状 这些表现都是因为植物缺钙所导致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样给这些植物补钙 或者是预防它们缺钙 尤其是在我们种植的瓜果菜上面 因为它的结果量比较大 虚钙也比较多 如果不及时的预防或者是补充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 裂果 欺腐病 或者是做不上果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给植物补钙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拌在土里 第二种就是在买底肥 或者是追肥的时候 我们把它拌到肥料里头 第三种就是在浇水 或者是充施液体肥的时候 我们把它加到那个水里面 或者是液体肥里面 随水去充施灌钙 第四种就是采用叶面喷湿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给植物补钙的 种类也有很多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石灰粉 它是氢氧化钙 第二种就是石膏粉 它是牛酸钙 第三种就是骨粉 骨粉的话是属于凝酸钙 然后蛋壳粉 虾壳粉 贝壳粉 这些是碳酸钙 还有一些过磷酸钙 熬合钙 糖醇钙 硝酸钙 禄化钙等等 反正钙的种类有很多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去选择合适的就可以 什么叫合适的 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 自己的土壤是酸性的 还是碱性的 还是中性的 碱性的土壤 就不能再去使用石灰粉 酸性的土壤 就不能使用过磷酸钙 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土壤是酸性的 还是碱性的 那就不要去使用一些 过于酸性 或者是过于碱性的 盖来补充 可以使用一些 比较中性的 比如说石膏粉 或者说我们采用 页面喷湿的方式 这样对土壤 就没有太大的破坏 第二个就是 我们在补充 钙肥的同时 也要补充蓬肥 特别是我们种的 一些瓜果菜 如果缺蓬的话 就会出现 只开花不结果 或者是落花落果的现象 植物在缺蓬的情况下 它会阻碍对盖的吸收 以植补钙不补蓬的话 它吸收不好 或者是吸收不了 补了就等于白补 所以我们在补钙的同时 也要补充蓬肥 第三个 我们在补充 钙肥的时候 最好不要跟 磷酸二氢钙 去混合使用 混合之后 它容易产生 磷酸钙的沉淀 形成结晶 或者是续状物质 钙和钙元素 在吸收的过程中 也容易产生 结抗作用 互相抑制 彼此的吸收 影响使用效果 所以不建议大家 去把钙肥 和磷酸二氢钙 一起混合使用 如果说你的花开的少 花开的不好的话 可以用磷酸二氢钙 页面喷丝去触花 但是不要跟钙肥 一起去使用 把它们错开来使用 不要同一天去用 第四个要注意的 就是钙肥 也不能过量的去使用 你不能说 害怕我的植株 出现缺钙的症状 或者是 我的植株 已经出现了缺钙的症状 我就天天去给它补钙 天天去给它喷钙 那是不行的 钙在植物体内的移动 主要靠叶片的水分 增腾作用的拉力向上移动 因此移动速度很慢 一旦遇到降雨 或者连续的阴雨天 光照差的情况下 钙就很难达到 它的生长点或者是果实上 所以我们看到 大部分的植物雀钙 都是表现在它的嫩尖 嫩叶 或者是果实的起步尖上 由于钙的输送速度慢 所以我们要以预防为主 在我们种植小苗的时候 就可以加一些钙子 在我们的底肥里面 或者是在准备种瓜果菜之前 就可以往图里面撒一些 可以补充钙质的东西 具体用什么 根据你的土壤酸减度 来选择合适的 不要等到植株已经缺了钙以后 着急忙慌的去给它补充 那样的话就很有可能 因为心急 没有把握好量 或者是使用的频率太高 造成钙使用过量的情况 钙肥使用过量的话 它会影响一些其他元素的吸收 比如说 凝 甲 铁 铮 蒙 等其他的一些营养元素的吸收 这些营养元素 它都是互相制约的 不管哪一种都不可以过分的 多用 你多用了这个 就一直那个的吸收 多用了那个 就一直这个的吸收 所以我们都不能多用 适量就可以 特别是石灰粉 这种钙肥用多了 你用在土壤里的话 土壤就会出现碱性化 土壤一旦碱性化之后 就会抑制植物对铁的吸收 因为铁 它只有在微酸的条件下 才能够被植物吸收利用 你太碱性化了 它就吸收不了铁 然后长出来的新叶片 它就发黄 番茄如果缺铁的话 它还容易生病毒病 钙肥是植物所需要的中量元素 蓬肥是植物所需要的微酿元素 它不是大量元素 你不能每天去给它用 但是缺了又不行 缺了又会出现各种问题 用多了也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适量就可以 不要去多用 我们一般给这些瓜果菜 补钙的石器分为三个石器 第一个石器就是在苗期 你种下去以后苗成活了 直到它开花之前 这段期间叫做苗期 我们可以给它补一次钙 第二个石器就是在它的粗化期 就是它长出花苞以后 直到它的第一岁花朵 刚刚开放的时候 这就叫做粗化期 这段期间也是需要补一次钙的 第三个石器就是在蓬果期 在它接了果子以后 果子长到三分之一 或者是半大的时候 要给它补充一次钙 一般情况下我们种的瓜果菜 在这三个石器 给它补充的钙肥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前期没有给植物预防缺钙 前期没有给它补钙 到后面发现你的植株出现 缺钙情况的时候 也不能天天去补钙 大概十天或者是半个月 给它喷一次钙肥就可以了 好 说了这么多 我现在要去实际操作 给我的这些瓜果菜 都补一遍钙 钙肥我们可以自己利用 用鸡蛋壳骨粉来制作 也可以买现成的钙肥 这种糖醇熬合钙 在补钙的同时 也要补充棚肥 这个棚肥也是糖醇熬合棚 这种的使用方法 我就不跟大家多做介绍了 按照产品说明 去使用就可以了 不想自己制作的 就直接买这种 糖醇熬合钙的钙和棚就可以了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蛋壳制作钙肥的方法 我这个蛋壳是炒过的 已经炒黄了 可以炒也可以不炒 只要爆晒过高温杀过均就可以 这个里头是我已经 把它打成了粉状的 打成粉的不打成粉的都可以用的 看你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们准备一个玻璃瓶 然后把这些蛋壳放一些进去 蛋壳放好以后 我们就往里面加一些白醋 最好是您添加 它的配料表里面没有盐的 这个配料里面只有水 大米和白砂糖 没有盐分的就可以 然后把白醋倒进去 我们加入白醋的量 大概是蛋壳的三倍 你看加进去之后 它很快就会发生反应 里面咕噜咕噜的就在冒泡泡 这个鸡蛋壳泡久了之后 它有点臭 我们可以再往里面加入一些橘皮 去除异味 我这个是晒干的橘皮 给它加一些进去 这个橘皮刚刚放进去的时候 它是浮在面上的 如果一直浮在面上 你不管它的话 它就会长那种黑色的霉菌 到时候也是不好的 把它摇一摇 它慢慢的就沉下去 就没有异味了 到时候泡出来的这个液体盖肥 它也有一股橘皮的清香 就不会很臭 我用的这个是专门做酵素的瓶子 它是可以自动透气的 它这上面是有一个透气阀的 如果你是用的矿泉水瓶子 或者是普通的玻璃瓶子 那么你这个盖子 就不要拧得太紧了 稍微给它松两圈 里面的气体太多的时候 它能够一点一点的排出来 就免得这个瓶子会炸掉 做好之后 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去 泡七天以上 就可以取这个液体使用了 这个液体就成了碳酸钙 我这边有一瓶原来做好的 我这个里面是加的牛骨粉和鸡蛋壳的粉 两种都有 今天做的就是鸡蛋壳 我今天就来用这个 这个是牛者备用的 这个钙肥 我是一年四季常备的 种所有的瓜果蔬菜都是需要用到的 我现在就来对这个 叶面喷丝的钙肥 因为那个瓜果菜它还处于控水的阶段 最好不要去使用液体肥去浇灌土壤 但是我们作为叶面喷丝还是可以的 这个对水的比例是300倍到1000倍都是可以的 我这次大概就给它对个500倍 因为那个苗也不是特别大 每次其实只用到一点点 就是几毫升就能对这样一壶 在补钙的同时 我刚刚说了要补充蓬肥 蓬肥倒上大概一毫升 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个是青皮菊油 它是一种助剂 就是添加了它之后 可以增加附着力 就是这个作用 我稍微加一点点 加上两滴就可以了 我一般浇菜还是叶面喷 我都是直接咬的鱼池里面的水 像我的这颗黄瓜叶片 它是助缩卷曲的 叶片不能很好地伸展开 它就是缺钙了 还有这颗 叶片边缘有一圈金色的边 就像像了金边一样 这也是缺钙的表现 已经有缺钙症状的 我们喷的时候就一定要仔细一点 叶片的正面 反面都给它喷上 因为叶片的叶脉 它是长在背面的 背面的吸收会比正面好 所以我们在叶片的背面 也要给它喷上 如果你的果实出现了问题 已经出现了涅果 或者是起腐病 就要用糖醇盖 去给它补充 糖醇盖 它是任期运输 是全运输的 你把它喷到叶子上之后 它能够很快地 把叶子上的盖 转移运输到果子上 能够很快地 很有效地改善 果实起腐病 涅果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分情况 在苗期或者是出花期 棚果期 我们用来预防植物缺钙的话 用我们自制的醋酸盖 或者是石灰粉 石膏粉 撒到土尼 浇到土尼 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果子缺了钙 已经出现了起腐病 裂果 那真的就要使用糖醇盖 效果会比较好 我的话一般是糖醇盖 这种醋酸盖 还有石膏粉 我都会使用的 土尼一般就会撒石膏粉 或者是浇水浇肥的时候 就放一些石膏粉在里头 然后如果植物 已经出现了 确钙症状的话 我就会用糖醇盖 喷叶面 我们种的豆角 也是需要补盖的 接豆子的和接瓜的 接果子的 都是一样的 其实种的叶菜 也是需要补盖的 都需要 因为这是植物生长 所需要的 必要的营养元素 瓜果菜 叶菜 水果 缺了盖 都不行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用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我是凤信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